针对这一所小学Forehead 慈激志工在勘灾完之后 发现学校不仅缺乏卫生设备 许多学童住的帐篷区 也没有流动厕所 因此志工随即决定 给予52个检疫厕所 当天晚上Forehead小学的校长 以及老师驱车来到慈激 在OECC的海地震灾协调中心 领取52个检疫厕所 大家都是第一次看到纸马桶 由志工示范怎么样组装 知道还能够重复使用 大家都觉得相当的新奇 这些检疫厕所将提供学校 还有帐篷区的学生 干净的卫生设备